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流出宝雪 输我罪欠 救我灵魂 出思入世 唯独耶稣 永远耶稣 我心赞美 我口穿揚 救我与我 是我成神 荣耀之主 再来之往 唯独耶稣 是我成神 一切无悔 宝雪悉情 江沙胜利 充满我心 使我的心 日日更新 唯独耶稣 永远耶稣 我心赞美 我口穿揚 救我与我 是我成神 荣耀之主 再来之往 唯独耶稣 再领之往 借我生天 又赴希望 神徒天使 保住再来 神徒天使 保住再来 舍利乐果 永远头却 唯独耶稣 永远耶稣 我心赞美 我口穿揚 救我与我 是我成神 荣耀之主 再来之往 唯独耶稣 永远耶稣 救我与我 是我成神 我心赞美 我口穿揚 救我与我 是我成神 荣耀之主 再来之往 亲爱的家人平安 今天是11月14号 星期二 祝福你今天充满了神的恩惠 神的保守 神的同在 让你的心与神连结 祝福你今天一天 满满有神的恩典 阿们 好 那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 在以西节书19章 19章1到14节 美言的标题是 《鲁师悔杖君王晚歌》 我想我们一路读到这里 真的心里都是 不是非常好受 神啊 又加上最近 10月7号开始的 以哈战争 感觉真的是 心里真的很难过 对 我时常 在读一西节的时候 都流泪 对啊 就觉得 神啊 你的心是何等的哀痛 好 我想我们 神不是这样子一直 只是读这些 就是一直都是 好像神就是 一直责备他们 或者是神就一直 反来覆去的 好就是讲重复 讲这些我想 我们感受天父的心 好像一个父亲的心 用这样的心来读 感受神的爱 神的怜悯 神的想要挽回 他这样子的 好像恳切的 重复的 唠唠叨叨的 用各样的比喻 就是要来挽回 以色列人 来警告他们 来警示他们 那我就想到 其实今天 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以哈战争 来到 我觉得我们的心 是不是 还是 常常离神很远 但是我们 其实神赐圣经给我们 就是要 我们好好的 活在这个地上 以他为中心 但是我们好像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我们还是我行我素 自我中心 唯一很小小一点点的事情 我们就在那边反腾 在那边不舒服 求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读这个一席结束 对我们是祝福 特别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好那今天是1到14节 那这一章圣经呢 就记载神要以西节做两首哀歌 哀歌 哀歌就是一种晚歌 通常用在葬礼的里面 为死者的命运来悲伤 从昨天18章连到今天的内容 好像神是在为以色列民族的厄运而哀哭 神是一种哀哭的性情 表示神很失望 神没有拯救他想拯救的人 因为那些君王首领不肯悔改 神也无能为力 亲爱的家人 我真的觉得 其实神常常 像一个父母 神常常 对这个世界他所造的人 他是很失望 一面又很失望 一面又很期待 这是他的心 我们最近上的课是天父的爱 好像我们要领受天父的爱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领受天父的爱 你不会 你没有办法进入到天父的心 一个父亲的心 一个为父的心 是充满了爱的心 所以神就要以希姐做两首哀哭 这两首哀哭就是两个比喻 都是讲到南国犹打被掳 犹大会亡国 你说神怎么要这么麻烦 神就是用这个哀哭来描述他的心情 他不是要审判 他真的不是要审判 他是要人悔改 可是他很无奈 面对不肯悔改的人 他是无奈的 第一个 在第二节到第九节 是狮子的比喻 那我们先来读这个经文第二到第九节 他说 你的母亲是什么呢 是个母狮子 敦服在狮子中 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中 用钩子拿到埃及地去 母亲见自己等候施了指望 就从他小狮子中 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 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 成了少壮狮子 学会抓食而吃人 他知道列国的宫殿 又使他们的诚意变为荒场 因他咆哮的声音 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废 于是四为邦国各省的人来攻击他 将网撒在他身上 捉他在他们的坑中 他们用钩子勾住他 将他放在笼中 带到巴比伦王那里 将他放入坚固之所 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 因为我的眼睛度数不够 有的时候我就是会慢一点 看不到我写的 所以第一个就是狮子的比喻 这两首哀歌 其实第一个就是狮子的比喻 在以西节的时代 狮子用来比喻为皇家 皇室家族的 因为古时候 神曾经跟大魏立约 应许要永远建立他的国 你记得吗 和他的家 在撒姆尔基下 第七章十六节 这就是很有名的大魏之约 大魏之约 所以第二节的母亲 指的就是 他说你的母亲是什么 这个母亲指的就是以色列 而两只小狮子 是指大魏王朝的后衣 那他们本来在神的应许下 成长而自立 但是第四节 第四节说 一只第一只小狮子长大后 却怎么样 被钩子拉到埃及地去 那这代表了 犹大王约哈斯 约哈斯 是犹大最后面的王 就是以色列北国最后面的王 他作王只有三个月 他就被掳到埃及去了 我们知道北国是 主前722年被掳到亚述去 约哈斯之后还有一两个 那第九节 第九节有另外一只狮子 又被养大 那第九节后来第二只小狮子 也被勾住放在笼中 带到巴比伦王那里 有人说是犹大王 因为是巴比伦不是亚述了 所以第二只小狮子 有人说是犹大王约亚金 约亚金已经是倒数第二格了 就是最后一个王是西底迦 所以有人说是约哈斯 也有人说是西底迦 但不管怎样 他们从此都不能够回到以色列 那第二个是葡萄树的比喻 葡萄树是十到十四节 我们来看一下 第十节 你的母亲先潜入葡萄树 极其茂盛摘于水旁 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 满生枝子 生出坚固的枝干 可作掌权者的杖 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 而且它生长高大 枝子繁多 圆圆可见 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 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 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 被火烧毁了 如今灾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 火也从它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 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 可作掌权者的杖 这是哀歌 也必用以作哀歌 这就是第一个是狮子的比喻 第二个是葡萄树的比喻 从十到十一节 那我们就看见说 当葡萄树得到充足的养分 便可以多结果子 对不对 他说你的母亲先前极其茂盛 因为水多就怎么样 多结果子 所以葡萄树如果有充足的养分 就可以多结果子 满生之子生出坚固的树干 可作掌权者的杖 那这是什么意思 古时候以色列百姓就如同 得到充足养分的葡萄树 有神的滋养 结果繁多 然而他们后来选择依靠埃及 却没有选择依靠神 所以十二到十四节就说到 神决定借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 正如葡萄树被愤怒的手 责罚 惩罚一样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 南国犹大的末年 以色列百姓三次被掳 耶路撒冷民民不聊生 那苦不堪言 他们第一次被掳是主前606年 然后第二次是597年 第三次就是完全亡国了 就是主前586年 所以耶路撒冷一次一次被掳 人民真的民不聊生 有一点像这个以哈战争 你看加萨的那些人 真是民不聊生 苦不堪言 以西节曾经在8到11章 我们过去读的 祭述了神的荣耀 要因着百姓的叛逆 而离开祂的圣殿 所以今天我们学习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以色列人因为不断背逆神 而失去了神原本 要给他们的荣耀 因为以西节看到神的荣耀 已经离开圣殿 亲爱的家人 今天我们是不是因着 我们那些性格上面的弱点 甚至我们生活中远离神 我们没有选择来依靠神 包括我们的得罪神 而失去了神 要给我们的荣耀 包括我们的喜乐 平安 重担 忧虑 低落 忧闷等等 如果我们经常如此 我们就是失去了神的荣耀 我们一定要转回 回转回转来归向神 重新享受神 神要给我们的荣耀福分 第二个学习是 从这两个比喻 使我们想到我们的信仰 神借着耶稣的舍命救赎了我们 就是要我们能够怎么样 那重返荣耀 对啊 我们从狮子跟葡萄树的比喻 能够看见更能够看见这些荣耀 哪些呢 第一在三五六节都提到 少壮狮子 少壮狮子是多么的强壮有力呢 所以神给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什么 是强壮的 是有力的 是得胜的 我们要常常仗着十字架夸胜 好像有一首诗歌他这么说 无论是罪恶试探 无论是世界撒旦 无论是疾病忧患都不能捆绑我们 即使软弱仍然说我虽软弱但主刚强 如同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 我什么时候就刚强 就在前两天我必须主持 我们每周非常重要团队领袖会议 可是当天我从上午开始 就是小小的头痛 我中午又睡不着 会议前我头很痛 可是我靠主 我很挣扎是不是要吃止痛药 我也请同工帮我按摩一下 很感谢神 慢慢头就减缓了 当然是很累 接着去目督聚集 这个会到七点 我也可以撑住 撑到七点 之后我又处理了一些事物到九点 我才回家 我真的好讶异 神的刚强得胜 完全展现在我身上 以前很少有这样的经历 通常头大痛 完了以后 是不可能撑这么久的 所以家人们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真的特别在我这个软弱的身体上面 我要跟你讲我身体的状况 我三天可能也讲不完 但是 你们看见 师母还是挺立在神的面前 我不是好像撑 我也不能用这个字 我就是 就是 就是做 就是跟着做 也不会在那边想说 怎么还不赶快结束 赶快 就是快一点 我是leader 我当然可以说 那今天就 不 我还是忠心神的托付 该做的 该检讨的 该决定的 该讨论的 我也没有一样减少 但是 我用撑这个字 其实也不准确 就是好像在那边忍受 我也不是 我就是顺着 就是let it go 就是这样子 那还可以 并不是说 我这样 我什么都知道 我当然知道 最好这个时候你就去休息 我告诉你 如果 要按照 一般人这样子说 那就要休息啊 我告诉你 我就整天躺在床上 我已经想过了 我就只要整天躺在床上就好啦 对 因为我没有一刻 是非常ok的 但是我就 就不管啦 我就是仰望神 这叫做依靠神 我心里 一直默默的就是依靠神 跟神在一起 我就想说神 你还给我一口气 我可以服侍你 好 我就是我要完成你在我身上的任务啊 对 所以 不会 那么 好像 那么的去care 好像 我现在头痛完了 我真的没有力气了 我赶快休息 神啊 我就是交托你 我该完成的 我还是要完成 那天真的非常的奇妙 因为 通常是不可能 我怎么 那样的痛 然后 同工按摩一下 我就 我就 我就起来就去带这个聚会 我真的 这几十年 经历到 神的恩典够我用 我依靠他 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 对 所以 家人们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我们要起来 夸圣 宣告主的得圣 刚强在我们的身上 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 那么刚强 但其实就是 不用去管他 就是 focus 神自己 而不是focus 自己的那个不舒服 那因为 你可以决定嘛 对 你也可以说 我需要休息 我这样子 我会短命 我这样子 你当然都可以 可是我 我就说 主啊 服饰 比较重要 对 我还要 还能够 我就摆上嘛 就是这样 就是靠主夸圣 对 那第二小点 第七节说 因他 就是那个少壮狮子 咆哮的声音 遍地和其中所有的 就都荒废 狮子的咆哮的声音 会令人害怕 对吗 我们 要起来赞美神 我们赞美神的声音 会让仇敌害怕 神的心意要使我们 如同狮子一样 能够不断地像罪恶 像肉体 像自己的软弱 咆哮 就是起来赞美神 以赞美神来夸胜 好 就是 那首短歌他说 你要 十克力求赞美主 天天赞美主 你要起来 赞美主 为你的一切赞美 超越别人的一切大小误会 超越一切的现状 你就是起来赞美 你就是起来赞美 你知道吗 这就是夸胜的意思 仗着十字架夸胜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了 好 第三个小点 第十节 说葡萄树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 主耶稣说他是什么 约翰福音说 他就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我们只要连结于他 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 因为他的水很多 主耶稣大有权能 有一切的丰盛 让我们更多的亲近他 时刻连结于他 知取他的丰盛 我们必定会多结果子 好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赞美你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 虽然主啊 这个经文真是 让我们觉得你的心很难受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些比喻里面 领受到你要给我们的灵粮 主啊 我们可以像狮子 像狮子一样的来夸胜 来咆哮 对着我们的软弱 对着世界的诱惑 我们来咆哮 来夸胜 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他击倒 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就倒下去的 我们是刚强有力的 因为是你先为我们得胜了 主啊我们赞美你 我们也要像葡萄树 你说他们是葡萄树 本来应该是像葡萄树一样 主啊 但是我们可以像葡萄树 葡萄树就会栽在水边很茂密多结果子 主让我们常常连结于你 连结于你以至于我们可以多结果子 我们可以领受你生命的丰盛 主感谢你祝福亲爱的家人 今天都可以像我们的失败沮丧黑暗软弱来夸胜 今天我们可以更多连结于你 灾于你的溪水旁 满了枝浆 主啊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祝福我们这一天 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